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 社交恐惧症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 社交恐惧症的原因因果如何对峙呢 师傅这个问题 社交恐惧症呢 实际上首先呢 就是你有心理压力的人 就会有社交恐惧症 你的心理压力来自于很多方面 从心理学上来讲 你的内心不平衡 因为当你看到那些有钱的人 在会场上出现的 或者在社交场上出现的时候 你会有自卑感 但是你的自尊心又在作怪 所以全愿不去 所以你就会恐惧 而且呢第二 你会觉得花很多时间在里面 第三 你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或者好难看的人 他就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 或者自己家里有父母亲不全 或者自己有残缺的人 他就不愿意参加很多的社会活动 这就是恐惧啊 所以当你心里残缺不齐的时候 心里不能有一种 能够强烈的对抗自己一些负能量 的时候 那你就会产生恐惧 所以一个人的心 要能够经常做心理按摩 心理按摩的人 所以人家说 如果你生意场上做心理按摩的人 就叫皮后 你对不对啊 哎呀 无所谓啦 我问问他有什么关系啦 他买就买了 不买就无所谓啦 所以他皮后他跑上去 你要不要啊 你要不要啊 他在家里天天练 所以在心理学上来讲 就是要不断的冲击自己的底线 冲击自己心理底线 就是不停的 你越不肯做的事情 在家里不停的练 你这人最不好意思为人家借钱 你在家里先练 你借给我三万好吧 你借给我三万好吧 你借给我三万 就是不停的练 练了之后呢 觉得难为情了 还要自己心里做按摩 又说三万块钱 我跟人借 我又不是问你要 我会还给你的呀 我就得一提早 问你借过来 我还你的时候 这不是钱啊 好 心理按摩好之后 在家里再练 你借给我三万好吧 你借给我三万 好了 皮后了 就心里成熟了 这个意念在心里成熟了之后 已经有抵抗能力了 这时候一看见这个人 嘴巴冲口而出 你借给我三万好吧 因为他的根基是什么 就是说我是借的 我又不是问你要 以后你会还给我 我会还给你的呀 我又不少你一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叫冲击自己心里的底线 哈哈 师父心理学可厉害了 哈哈 师父你懂得很 师父你懂得很多 对对 他要和文化和佛教真实 全部要合在一起 那是不 对对对 你为什么 因为你 我在澳大利亚 很多人不信佛的 我必须从科学角度上 来说服他 对不对呀 佛法的东西 你有的时候 你没办法使人家相信 很多人不相信 你用科学的角度 你去使他相信 你从心理学上 去跟他解释 他相信了呀 那你不是也是路人吗 对不对呀 对对对